至於現在呢 今天在醫療院所很熱鬧啦 原因是因為各個縣市長都到了 這一位是我們的侯友宜新北市長 現在也已經到了醫院 要準備來打疫苗 我們看看現場最新 好 市長 局長 還有各位嘉賓媒體朋友們 大家早安 早安 大家辛苦了 謝謝大家今天的蒞臨 那我們今天很多貴賓 都有到我們現場 那還有我們在地的議員 童佳穎議員 謝謝議員的支持 好 那還有王威元議員 謝謝 謝謝議員 那今天是防疫人員 新冠疫苗開打的首日 那我們新北市侯友宜市長 帶頭來施打的新冠疫苗 並且率領一屆代表 以及第一線防疫人員 一起來施打 同時也呼籲符合資格者 盡早接種 以降低感染的風險 那我們先請新北聯誼 鄉鎮川院長來說明疫苗施打的流程 市長 各位長官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我想我們市長還有各位媒體 期待這一刻已經很久了 但是還是讓我簡介一下 等一下的流程 那第一步 等一下市長會先接受醫療的銀河 那另外簽署一個同意書 那第二個注射完後 會在院區內這個留三十分鐘 確保他的這個順利 那第三個在注射完後 要加入我們機關署的APP 那做一個健康的回報 那以上報告 好 謝謝院長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市長 為我們講幾句話 來 市長請 衛生局局長 院長 以及在座所有的議員 還有我們醫師公會 以及其他所有好朋友們 醫師長們 在座所有的同仁 所有的媒體記者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早安 在所有中央的平和上 大家的努力辛苦底下 好不容易才能夠買得到 他在說疫苗的保護力裡面 根據專家學者的評估 還有七成 雖然這過程當中 很多國際的國家停打 後來又有的復打 那引起大家有不一樣的看法 跟信心 雖然在第一批 所有醫護同仁的施打的過程當中 施打率並不是很高 像新北市的醫護同仁 整體的施打率 其實大概只有一成 多一點點 那施打率真的是不高 雖然中央所長也帶頭施打 我也鼓勵施打 但顯然效果不是很理想 這一次輪到第二批 第二批的防疫人員 新北市有三千九百一十八個 我還是要拜託我們第二批的防疫人員 要勇於施打 所以市長今天一早 因為行程的關係 所以我只能在八點半來施打 因為下來我九點半有一個行程 下來十點半又有一個行程 下午行程滿滿的 所以其實我八點半來施打 是因為按照我自己的行程的座位上 搓這個時間來施打 所以地方所長在哪一個時間點施打 其實他最具有意義的是 所長願意帶頭施打 鼓勵大家來施打 我要在這裡一樣用這樣一個心情 我也呼籲我們所有的第二批 該打的防疫人員 站起來 站出來施打 因為只有讓自己提高保護力 才能夠保護別人 那當然大家也說 那你擔不擔心施打以後 會有一些引發的後遺症 其實大家都要看一個疫苗 就算以前的流感疫苗 打在每一個人的身體上面 每一個人因為體質的不同 難免有些人會有不一樣的反應 其實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所以AZ疫苗的施打 我們要用平常心來面對 我們用平常心 提高自己的保護力 那大家都有這樣的一個心態 我相信施打力就會提高 所以今天市長 在早上來施打 也鼓勵我們同仁施打 就是希望大家環節一致 把自己保護力提升 還可以保護別人 這個我們大家加油 我們繼續加油 拜託大家 謝謝 好 謝謝市長 我們會加油提升的接種率 現在我們要邀請今日所有參與施打者 一起到台前來 我們跟市長做大合照 我們請民政局客慶聰聰職 好 來看到這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今天一大早八點十五分 就已經先來到了活動現場 今天重頭戲就是四月十二號開始 各個縣市首長也可以來接種疫苗 那麼新北市長侯友宜再次強調 說他的想法就是 當施打率很低的時候 縣市首長就應該要負起責任 來帶頭打 鼓勵大家趕緊施打 從今天四月十二號開始 各個縣市首長呢 他們都要公開的打疫苗 希望大家來接種AZ疫苗 打疫苗公開接種 要讓大家有信心是怎麼樣 我們請蘇葵看一下 就是這樣 新北市長侯友宜 公開 全程公開打給你看 其實這一次的縣市首長 大家在接種疫苗這件事情上頭 也有人說有點政治學 因為本來我們接到了新聞採訪通知 說侯友宜應該會打第一針8點15分 結果沒想到後來 被桃園市長鄭文燦給趕先了 因為他往前硬是打他15分鐘 不過這一回不管是誰 大家都知道 竟然就是一個接種疫苗 要讓大家有信心 啊當然嘛 這就是一個秀啊 你就好好把它秀到底 要秀出讓大家知道 對於我們的AZ疫苗 有信心才可以